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也来讲讲在网上流传了很久的一段 外星人审讯录像 据说这段影像本身是从51区流出来 但是根据录像里面内容显示 它并不是在51区拍摄的 因为影片一开始显示个报告的首页画面 标题写着蓝皮书计划 蓝皮书计划我们以前在凤凰城光点的影片也介绍过 就是在美国登月之前进行了一个UFO调查计划 从1952年开始到1969年结束 就是在登月之后结束了 那么标题下面还写着个计划号220675 下面是个日期1964年6月9日 也就是说这个影像有可能是在1964年拍摄 这个时间也确实和蓝皮书计划的范围时间是对得上 然后下面用小字写着MAG12SO 这个应该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小组的编号 然后再下面写着EBE-3 EBE是外星生物实体的简称 就是三号外星人 这代号是什么意思怎么知道的 其实在这个影像里是看不出来的 是通过美国的一些其他的报告反映出来 关于其他报告 以后我们会专门自影评给他讲解的 然后下面又有大字写着机密 最下面小字写着航空技术情报中心 这个是美国确实存在的一个部门 在1964年的时候 它叫做航空技术情报中心 现在就叫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 NASA 不是NASA 它叫NASIC NASA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 而美国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是一个情报机构 而隶属于美军 在下面又有小字写 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这个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这个莱特就是莱特兄弟 当初莱特兄弟做这个飞行实验的时候 就在这个空军基地附近做的 所以后来这个空军基地就以莱特兄弟命名 而且这个空军基地最有名的 就是当初罗斯威尔事件 不坠毁了飞碟吗 说飞碟和飞碟上的外星人 就运到了这个空军基地 所以这个在UIF界 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基地 所以这个影像开头页面上的内容 很多就和传说是对得上的 那是根据传说做出来了吗 也有可能 就总颗的信息 最后给你做一个 这个影像总共分为三段 但其实是一段录像 就在中途暂停了两次 合起来总共15分钟左右 内容就是一个外星人 在接受审讯的这么个过程 是吧 审讯人没有露面 只有声音 这个声音好像也经过处理了 感觉有点变音 这个外星人的声音 有没有变音不知道 它有可能原先就那个样子 双方都说了英语 至于外星人为什么会说英语 他自己有解释 一会我们会讲到 他们会说话也不奇怪吧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意识交流 他只能跟我们说话 但是很多传说当中的外星人 和我们不就直接进行意识交流 就是他虽然好像没说什么 但是你能感觉到他在说什么 这种也是有的 但这个影片里外星人不是这么做的 就直接跟你说话 也正因为他能够说话 所以这个录像还有意义 不然的话就看到一个外星人坐着 你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宠物也是这样 他好像没说话 但是你好像理解了 对对对 你也是一种意识交流 对吧 这个外星人 从外形上来看 就是我们常说了灰人 但是我们说过了灰人有两种 一种大的一种小的 这个是大的是小的不太知道 因为整个画面里没有什么参照物 感觉有可能是小的 也就是残暴的那种 没有他体态特征的记录吗 体态特征的记录都没有 只有这段影像 多高啊 没有 而且这个影片只能看到上半身 偶尔看到一段胳膊 但也不知道他有多大 那么在整个审讯过程中 审讯人员非常集中地问了几个问题 就是宇宙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 生死的问题 他都有回答 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他回答的内容 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内容非常值得 那他现在还活着吗 放回去吧 应该是已经死了 为什么 这个呢 以后我们会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 就是有其他的报告来反映 几几个外星人 就是地球人抓到了几个外星人 这是三号外星人 他是EBE3嘛 还有EBE1 EBE2 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影像 上来工作人员就问了一句 说我们开始录像了吗 旁边人好像是一条 好像开始录了 然后他就该问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来自哪里 外星人回答说 地球 对对 他来自地球了 这个审讯人员非常不耐烦了 叹了口气 说你昨天跟我说 你是通过星际旅行来的 而且经过了数千光年的星际旅行 请你告诉我们事实 不然的话 点点点 怎么这样 对 其实是个审讯 后面有展示 有言行逼供 外星人回答说 说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来自地球 来自于你们的未来 对 时间旅行等于空间旅行 只要我说了一个词 很难理解 叫修复空间差异 或者叫修复空间分歧 感觉意思就是说 通过时间旅行 就会产生一个平行时空 两个时空就会产生 空间上的错位 通过弥补这个错位 就能回到过去 关于这个部分 它自己是没有解释 但是以我们现在物理法则来看的话 感觉是挺难实现的事情 毕竟霍金在他时间前是有说过 想去未来是有可能的 但是回到过去 几乎应该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他们意思说 通过某一种理论 就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一种移动 能够实现时间的道理 所以结论就是 它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互换 通过物理上的移动 实现了时间上的道理 来到了过去的地球 那么既然它是用未来的地球 来的这么一个外星人 于是审讯人就问了 说难道未来地球 被外星人掌管了 外星人说不是 那审讯人接着问说 那你就是人类 他说是的 他就是人类 外星人说 我们是你们进化的后代 它是我们的后代 而且是进化过 它是从未来的多远来的 没说 整个影片里都没说 这么重要的问题 居然没问 或者是问了被掐掉了 因为这个影片一开始上来 就说了 你上次跟我说 说你又通过了时间旅行来的 就是说应该有上次的采访 但是没有录像 录像可能没留出来之类的 那么审讯人员接着确认了一下 也就是说 你们是从我们进化来的 外星人说是的 那你现在在这干什么呢 他说观察 因为证据被毁掉 怎么被毁掉的 应该问什么证据吗 不不 你不理解很正常 因为它之前应该有内容嘛 他们应该有过交流了 它关键咱不知道 它前一段说了什么 然后外星人回答说 核武战争 只有少部分的人存活了下来 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 好的 那么我们来集中讨论一下你们的时代 外星人说你们是无法理解 或者接受我们时代的很多事物的 神讯人员说 那你说说看吧 看我能不能理解 外星人说 比如我们已经知道了宇宙的起源 以及生命的意义 什么人员问 你知道生命的意义 他说不是意义 是本质 有什么区别 他说所谓意义就是为了让一个事情能够收得通 而故意寻找到理由 而本质就是事实本身 确实意义是对人类有意义 就是那个 因为意义是你去赋予它的 对 一样的结果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 对 但是本质就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事实 审讯人接着问 说那你知道宇宙是如何被创造的吗 外星人回答说 是的 所以你见过神咯 这个地方呢 外星人给出了一个非常令我震惊的回答 就这一句话 我基本上相信了 它是非常高智慧的神物 他说我们已经进化到了不需要迷信的地步 我们不需要神 也不需要神话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知道 我们目前观测到的生物世界 只有人是有信仰的 不论是信仰神 信仰大自然 信仰科学 所有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 为何人类一定需要信仰 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也在寻找答案 目前比较多的一个观点认为 就是人类对于大自然这个环境来说 是太弱的一个群体 不适应生活在地球上 就我们在人为什么是人的这个影片 这个有专门讲过 所以从生理的角度来说 人类要比生物界的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要弱一些 而人类想要在这个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的 它就需要社会这个结构 就是很多人凑在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而社会是需要信仰的 而其他动物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不需要信仰 它动物也有群居的 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蚂蚁它是有社会结构的 它为什么不需要信仰呢 是因为它这个社会结构是写在它的基因里的 公义也好兵义也好 一出生他身份就已经决定了 他这一辈子就只干活 以后一出生了 他就是以后没有其他的选择 而人类不一样 人类在基因上并没有社会结构的定义 人人出生而平等啊 所以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皇上 成为国王 为了让这个社会能够稳定 于是人类创造了一个信仰这个东西 就是说他的后代就都是王 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信仰 这个社会结构就稳定了 就是说你认为皇上的儿子就是皇上 你就不会去想争这个皇位的话 这个社会结构就稳定了 大家都这么想的话 这个社会结构就稳定了 你认为你生儿就是一个工人 你一辈子就干活的话 这个社会就稳定了 但是如果人人都认为 他生儿就应该是统治全人类的话 那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了 由于我们基因当中没有这个社会的约束 社会分工的约束 就注定了我们不能够组建一个很稳定的社会 而社会不稳定 人类就很难生存 于是我们创造的信仰 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还是科学信仰 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凝聚人们思想 凝聚大家所有注意力的这么一个东西 让大家接受 让大家认可这样一个结构的这么一个东西 很多动物群里不是也有首领吗 不不不是说有首领 就有社会结构 我所说的社会结构都是非常复杂的 像蚂蚁和蜜蜂 他们就有非常复杂的完整的社会结构 这么多人组织在一起 比如说狼群的话 顶多也就十几二十匹狼 对不对 不可能是五千一万只狼青春狼群吗 什么叫社会结构 就能把五千一万人集中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结构 叫社会结构 蚂蚁就可以 蜜蜂也可以 想组织这么大的群体 就需要有一个 或者是基因里边有的东西 或者就是有这么个信仰 人类基因里没有 所以需要一个信仰 这个东西就能确保我们社会结构内部不坍塌 但是这个东西明显是个双刃剑 因为它明显损害个人利益 对不对 它决定了你这一辈子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你会觉得有些信仰的东西 是约束你自由的东西 但是从物种的角度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 这个东西是必要的 至少现在是必要的 因为它确实让我们这个物种得以生存下来 而且成为了地球的霸主 就说现在人如果还是以小单位三五个人形成一个小的家庭 或者三五十人形成一个部落的话 人很难成为地球的霸主 可是印度不就是生来花分好吗 对 这是古人的一种智慧 他决定了这个物种能够生存的智慧 但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 你觉得他们是悲惨的 这就是物种和个体之间的矛盾 有时候就为了物种的生存 个体就得被牺牲掉 但是从个体的角度无法理解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要被牺牲 可是我们现在社会结构 有很多宗教信仰也是对立的 对对对 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社会结构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我们人类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信仰 蚂蚁它们有个统一的信仰在基因里 但是人类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信仰是创造出来的 你可以创造我也可以创造 这就完了 所以我们这个用意识创造出来的信仰 它也是有弊端的 必须写在基因里面才行 才是稳定 关于人类信仰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我有本书想推荐给大家 以前我在直播的时候也说过 叫人类简史 如果有机会了以后 我们也会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 或者如果你不喜欢看书了 其实最近我正好看到一个美剧 还挺有意思 其实涉及到一些这种内容的 它其实讲的是人的信仰梦想 和谎言之间的关系 叫睡魔 看了就会想睡觉的 那个影片讲的有点意识 有点神奥 其实讲的挺奥的 它说它已经进化到了 没有信仰的地步了 就是没有神 没有神话 不需要了 就说明什么 它们已经进化到了 就是它们的信仰 不再是意识了 而是写到基因内部了 其实蚂蚁比我们更为先进 毕竟最早的蚂蚁化石是一亿年前 而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只存在了二十万年 所以从社会结构物种的角度来说的话 它们是更进化了一种物种 虽然它们没有我们聪明 也许它们没有我们聪明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不需要智慧 大自然生存本身是不需要智慧的 而人类想要生存下去 所以产生了智慧 而这个智慧就是为了创造这种信仰 把人类凝聚在一起 所以它真的是我们进化而已 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想强调一下 不是说它们更进化 它们就更智慧 它们有可能还没有我们智慧 但是它们的结构 它们这个物种的结构 一定比我们更稳定 内部的纷争一定更少一些 所以就单凭这一句话 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电影 而是很有内涵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拍出来的 它一句话解释了 人类的最根本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到这我就觉得 大家不需要抬去介意 这个影片它本身是真是假 你就全当个渴望一篇看也没有问题 关键是内容本身 是不是真的也很有启发性 审讯人员接下来又问 说好吧那你告诉我 人死了之后会怎样 外星人说 死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概念 死是不存在 我们只是正在经历生命 或者经历过生命本身而已 不论是你我还是他 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体的实力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整个宇宙 其实只有一个生命体 能不能说个我也不知道 就有这么一个生命的东西 而我们包括所有的生命 比如说人类 画鸟鱼虫在内 都是宇宙生命体的 具象化的表现而已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就比如说 我们说狗 所有人就会想到 各种各样的狗 你想象出来的 或者你见到了这些 就是狗这个概念的 具象化的一个实力 它们都是狗 但又是不同的狗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有生命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就是宇宙中生命 这个概念的一个具体表现 那么既然生命的本体 是个概念 那么它就没有寿命 就没有死亡之说 这概念没有死亡 而死亡呢 就恰恰是生命的实力 和本体之间的区别 就是说能够死的 就是实力 不能死的就是概念 就是本体 因为实力不死 它就会变得和本体没有区别 对 它们俩唯一区别 也就是能死不能死 没有其他的具 所以通过这个回答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 宇宙其实就是一个概念的集合 每一个概念都会创造出实体 包括宇宙 包括星球 包括你我 既然我们都是实体的话 那么我们都会死 宇宙也会死 那神也是一个概念 对 神其实也是一个概念 它可以创造实力 比如说耶稣 宙斯 这都是神的实力 但一旦成为了实力的话 它就有寿命 它就会死 所以它们要修炼 再变成一个概念 它不用变回概念 它就是那个概念 在现实世界的一个投影 但这个投影 是最终要回收的 为什么这个概念 最终一定要被回收 它一定要有个死 这个问题 从我们系统开发的角度 是可以解释 这更解释 就是宇宙 其实更像是一个计算机 就是我们在做系统开发的时候 做很多程序 也都会先设置一些概念 然后呢 为这个概念 创造一个实体 来使用这个实体 但这个实体啊 它和概念有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实体会占用内存 实体创造太多的话 内存就满了 系统就运行不了了 所以每个实体用完了之后 会被回收 就要杀死这个实体 我们做系统开发 会做这种事情 为了在有限的内存里边 跑起一个程序 就会这么来做 那为什么我们内存 那么大一点 它无限大的可能性 可能是没有 它如果只要是有限的话 那实体就一定是有限的 而为什么 石头的寿命会很长 我们的寿命很短的 是因为石头它不会繁殖 而我们人类自己能够繁殖 创造出新的实体 这个实体的数量就不可控 所以我们的寿命 就会设置得很短 繁殖能力越强 实体的寿命就越短 比如细菌 它繁殖能力超强 它的寿命就会很短 就几秒钟几分钟 而寿命超长的东西 石头 它就不需要怎么回收 创造出一块石头 放在这就放在这 它占据内存的话 也就是占据这么多 不会占据更多 所以只要是有限的东西的话 它的寿命就可以很长 可以无限增殖的东西的话 寿命就会很短 也要说这个宇宙里边 只要是内存有限的话 它的实体的总量就是有限的 而人类这种生命体 它是可以无限增殖的 就会形成一种系统破坏 所以一定要给它 限制一个很短的数 就是我们的寿命 能不能够延长到一万岁 一百万岁取决于 我们的生殖能力 我们生殖能力越低 寿命就越长 就在生殖的时候 不是 这个没有用 人为干预是没有用的 这是写在基因里的 最终都是要写到基因里 就是能够控制 整个宇宙的 这个元素性的东西 必须在基因内 而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 是不行的 好 我们又说远了 我们回到访谈当中 那么审讯人员听说 他说没有死这个概念的时候 而且生命体只有一个 之后叹了口气 表示非常不信 说好吧 我们得总结一下 你说没有死 而我们都在经历 彼此的生命 对吗 外星人说 本质上是这样 审讯人员接着问 那么宇宙是如何被创造的 并且 为什么造的对我们这么友好呢 简直好像就像 为我们造的一样的呢 外星人回答说 其实存在无数多个宇宙 每个宇宙都有不同的物理特性 也并不是所有宇宙 都适合生命的生存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宇宙 恰巧是支持生命存在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生命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这个宇宙 能够诞生生命 所以我们才见过生命 我们才有生命这个概念 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生命 其实就是像一个软件一样 并不是所有系统都支持 有的系统支持 有的系统不支持 而恰好我们所在这个系统 它就支持生命的运作 所以就可以诞生生命 这么看来的话 生命的诞生真的是一种巧合 是吧 而且在其他平行宇宙中 也确实有可能存在其他的生命体 那么神仙人员接着问 我们为什么会因为核战争而毁灭 因为外星人刚才说了 他们是人类核战幸存者的互在 外星人说 因为信条 信条 对对对 他说政治和宗教的信条 是我们这个物种内部对立的最大障碍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些政治上 宗教上的一些意见的不同 他说在你们的下一个世纪 那些被信条控制的国家们 会使用大规模杀身性武器 造成你们这个物种的灭绝 他这个影片是1964年拍摄的 下个世纪就是现在 神仙人员接着问 你能告诉我你们的道德观吗 你们的伦理道德是基于什么 外星人说 同理性和证据 神仙人员说 好的 就到这吧 谢谢 第一段路线就完了 这个画面一抖动 外星人似乎发现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他站起来了一点 准备逃跑 但是这个画面到这就没了 这个第二段路线一开始 这个外星人就被绑起来了 看来他是被抓住了 这个神仙人员员就说了一句说 他能说话吗 另一个声音回答说 可以 只要时间不长的话 神仙人员员就问了 说你害怕我吗 你应该害怕 他的威胁这个外星人 你说你来自未来 然后又说是人类的后代 你还说你和我们是不同的物种 究竟哪个是真的 你和人类是同一个物种 还是不同物种 外星人说 我们虽然是智人进化了后代 但是我们不能够和现代人 繁殖下一代 所以严格上来说 我们是不同的物种 那你为什么会说英语 他陷入了沉默 然后审讯员员说 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的话 我将会对你再次使用 咚浪荡剪 什么 东浪荡剪是一种有机物 又被称作叫土真剂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谍战片里边 就抓到一个人 为了让他招供 就给他打一针 他就说真话了 土真剂 这个不是只有在电影中有 现实世界也是有的 就是东浪荡剪这个东西 它注射到人体之后 就会让人进入一种 类似催眠的状态 你的意识就被压抑了 潜意识被激活了 所以问什么问题 你都会直接回答 不能够编造了 意识无法控制 这个东西以前有一些国家的警方 或者是谍战机构 他们有使用过了 但是现在呢 应该大部分国家的警方 是不允许使用的 因为这个东西还违反人权 从人权的角度 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的这个权利 但是你对他使用这个药物 他就无法对自己辩护了 甚至说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这个呢就是反人性的 所以是反人权 撒谎是他的权利呢 就为自己辩护是自己人权的一部分 这个人如果不为自己辩护了 他就失去人性 你知道 这很奇怪啊 虽然从道德角度上来说 我们希望这个人能够自主的坦白 但是这种坦白一定是基于自愿的 他如果是被迫的坦白就不行 比如说屈打成招 言行逼用 再加上这个土真剂 都是反人权的 觉得土真剂还好 还好吗 说的是事实啊 屈打成招不是啊 其实现在啊 连那个测谎仪都不让用了 都属于反人性的东西 人性就是撒谎 不是说撒谎 这是人的权利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影片里 这个审讯人使用土真剂 倒不是担心外星人撒谎 就是如果外星人 他没有信仰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撒谎 他是担心这个外星人啊 沉默不回答 他有选择不回答的权利吗 审讯人接着问 你为什么会说英语 他说 学习你们的语言 对于了解你们是不可欠缺的 所以你选择了英语 因为你们很聪明 他说相对来说是的 为什么学习英语很聪明 不知道 这句话问的有点奇怪啊 审讯人接着问说 你说你知道宇宙的血 但是你并没有给予详细的说明 所以我再问一次 宇宙是如何被创造 外星人说 你们无法理解 甚至无法接受 很多存在的事实 然后审讯人员说 请证明回答我的问题 外星人说 事实是宇宙不是被创造的 但是你无法从无声有嘛 所以只有创造主 可以从无声有 外星人回答错 就是审讯人员认为 就是说 既然不能够无中生有 那一定有创造主 而外星人说 宇宙不是被创造的 也没有创造主 那也就是审讯人员是有信仰的 对 明显有信仰 外星人说 从定义上而言 无是不存在 也不能够存在 所有的一切都是存在 所以存在是无尽的 存在并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所以世界上 并不存在一个创始组 就是没有开始 就没有创始组 审讯人员打断他说 你刚才明明说 你知道宇宙的起源对吧 看 你又在说谎了 这时候外星人叹了口气 说宇宙并不存在 严格来说 只是存在了一个 无限小的组成部分 这些就比较深奥了 然后审讯人员说 你在瞎编什么 我没太听懂 我再问你一次 宇宙是因为一个奇迹 被创造出来的吗 外星人说 这个宇宙 其实是一个自然产生的现象 而且在永恒的存在中 是不可避免的 任何事情都是能够 将要 已经发生 并不是所有的宇宙中 都有生命 这个宇宙 只是恰好能够孕育生命 而且是稳定的 偶然具有了这种 暴露生命的能力 审讯人接着说 那我们的诞生 从整体来说的话 应该是偶然的 对吧 他说是的 宇宙并不关心生命本身 为什么不关心 因为 不论是这个宇宙 还是任何世界的生命 都有可能 在任何事件 被一连串的随机事件 所催我 就是说生命是脆弱的 它可能随时诞生 也可能随时被摧毁 比如说呢 他说按照你们知道的话 比如说超新星爆炸 太阳药板 小新星撞地球 这都是可能毁灭生命 所以宇宙并不关心 我们的死活 对吗 他说正确 神学院说 我完全无法相信 你说的那种 我们绝对不是偶然的存在 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然后外星人说 所以我刚才说 你们是不可能理解 或者接受 我们的一些观点 神学院接着说 好 如果我们是偶然存在的 而且对这个宇宙来说 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生存 拼命地活下去 外星人说 是有意义的 它的意义存在于意识当中 就是说 它的意义 只对我们人类的意识有意义 对宇宙来说 这个客观世界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我们想要活下去 仅此而已 然后神学院说 不不不 我们不能依靠一个 编造出来的意义 活一辈子 外星人说 你们的种族 就是在编造意义 用错误的理论 去引导错误的行动 然后告诉所有人 生命是有特殊意义的 其实并非如此 审讯人员问 你说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用说意义 是人创造出来的概念 对对对 外星人也这么说了 是你们的概念 对这个宇宙来说 对我们来说 没有意义 是不是这段对话 现代人比较好理解一些 那一九六几年的话 对 那个所有人可能 没有那么好理解吧 有可能 毕竟他没有看过 我们的影片 是的 然后审讯人员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说继续下一个部分 你说我们的种族 毁灭了对吧 请告诉我 什么时候发生的核战症 这个时候呢 影片突然间中断 感觉这个外星人 好像又要逃跑 还是怎样的 接下来呢 这个外星人 好像被吊得 就更严重了一些 好惨 对 外星人说了 我不是为了改变历史而来的 他说完这句话 然后就看那个审讯人 好像视野底下 然后画面就狂闪 就光照这个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 就有点受不了 难受 你可以跟他沟通呀 就是说回答几个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呀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让他走呢 那他什么超能力都没有呀 没有 他是人类 跟你我没有区域 他所谓的进化 我估计就是 他们不再需要一个戏鸟而已 变成了一个像 蚂蚁蜜蜂一样的动物 又有高智慧 然后沈月圆说 好吧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核武什么时候爆发了吧 他说仅仅半个世纪之后 从现在这个时间也开始 也就是大概现在这个时候 他问说是谁发起的 外星人说 核战争从这个国家开始 他们国家 嗯 美国 他说什么 我们怎么开始呢 外星人说 有一个人啊 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你的国家 但是后果呢 却是你们全人类需要承担的 然后沈月圆说 有点意思啊 这个人现在活着吗 他说是的 你告诉我名字吧 我们把它干掉 他说我不能告诉你 因为这个名字被删掉了 从我们历史记录当中 啊 我们也不允许 使用杀人的手段来改变历史 所以他回来重新观察 现在这个世界 他也想找到 究竟是谁毁灭的地球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这个人毁灭了地球之后 这个名字从历史中被删掉 找不到任何记录了 然后审讯人问说 这样你告诉我 他都干了什么吧 他说他通过演讲的方式 唤起人们原始的本能 进而削弱了你们的民主结构 利用恐惧部落主义 什么叫部落主义 就是原始社会存在的一种 以部落为单位的一种组织架构 这种组织架构最明显的特点 就是对内要严格的效忠 对外呢 要歧视其他的部落 就会形成这种敌对 就是一小伙人一小伙人聚集在一起 那这样一种结构 他说还有呢 就是政治和宗教的信条 他炫扬这些东西 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批判 这个人决定先发这人 率先发起了核战争 最终导致世界泛媒的核战争 史学人说 然后我们就被毁灭了吗 他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时代就发生了变化 进入了只有几百万人 幸存的时代 他说只有几百万人 他说对 大部分人是死于核污染的 你们这个物种就灭绝了 然后就进化成我们了 他说好吧 你说吧 怎么能阻止这个事情 外星人说 守住你们的民主主义 现在这个时点 你们的民主主义还是稳定的 但是这个稳定 只能持续半个世纪 那这个结果可以改变吗 那个史学人有问他说 我们阻止了这个狂人 是否就能够阻止被毁灭的命运 他说不能 他说因为还有别的威胁的存在 说到这儿呢 这个外星人就有点发狂了 一开始征突啊 影片就突然又结束了 这呢就是全部三段录像 总结一下就是说 在大概这个时候 会出现一个狂人 应该是在美国了 这个人通过鼓吹一些 不好的思想 破坏了我们现在 这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最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核占证 谁啊 不知道啊 1964年的时候 他就活着 对 现在多大了 对他说的活着 是1964年 那肯定不是 1964年之后出生的人 就是58岁以上的人 都有可战 这个核占证一旦爆发 将只有几百万人 能够兴随了 他怎么没问 怎么能成为那几百万人 但是这不重要了 因为这几百万人 虽然幸存下来 但也灭绝了 变成了他们嘛 变成了灰人 我们是受了核爆之后 变成了灰人 对 越长越丑了 被辐射了嘛 我们基因肯定是有缺陷 这也符合灰人回来 来修改他们基因的秘书 因为灰人最终是我们 所以他们想利用我们的基因 去修复他们的基因 他如果纯粹是个外星物种的话 他们有道理来找我们的基因 你觉得这个影片 能不能作为外星人 确实存在了一个证据 外星人存在最好的证明 就是我们 我们都能存在 平时别人不能存在 也是啊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 我能能活 平时别人不能活 就是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是吧 深刻 哈哈哈哈 嘿